我不走 我不走 你要是再赶我走 我就大声的嚷嚷 我说你费力我 抢尽我 都说这是甜尼尺度最大的一部电影 影片中她饰演的寡妇阿珍不但漂亮 还是个腰缠万贯的寡妇 自然吸引了很多泼皮无赖的纠缠 当然 这也引起了阿珍的强烈不满 阿珍不仅把她的车子砸坏 并且教训下人不能再放陌生人进来 受挫的老梁只好找朋友想想办法 你可知道 她有多少钱了 十辈子都花不光了 朋友只好告诉她一个内部消息 原来郊区住着一个叫三蘸米的酱头师 能够给人下爱情酱 可以使一个不爱你的人爱上你 但是三蘸米的费用很高 老梁权衡利弊之后 满口答应三蘸米的要求 三蘸米要她取来两样东西 一个是阿珍的头发 另一个则是带有阿珍脚印的泥巴 于是老梁暗中跟踪阿珍 借着毒蜘蛛的名义 顺利地采集到了阿珍的头发和脚印 三蘸米便开始下降 当天晚上 老梁就偷偷潜入阿珍的家里 把做好的尼尔挂在阿珍的家中 然后把药粉倒入酒里 再想办法让阿珍喝下 喝过酒之后的阿珍 就会被迷失心智 直接把老梁当成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当天晚上 老梁就梦想成真 一夜翻云覆雨之后 阿珍醒来 酱头竟然失笑 阿珍猛然醒悟 她意识到自己肯定中了老梁的诡计 于是开始逼问老梁 老梁只好把酱头师的事全盘托出 领略了酱头师的厉害之后 阿珍就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于是她拿出超能力 想要认识这个酱头师 第二天 三战米就直接来到了阿珍家里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我一定要得到他 原来阿珍爱上了酷似狄龙的穷小伙阿强 也曾经对他百般诱惑 但是阿强仍然不为所动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知道阿珍的需求之后 三战米拍板保证 三天之内拿下阿强 当天晚上 阿珍直接来到阿强的房间 并且开始各种搔手弄姿严调动 谁知阿强完全不为所动 甚至要把阿珍赶出房间 一直以来 阿珍都十分自信 认为天下就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 可是阿强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阿强的女友小美 听着他们俩的甜言蜜语 阿珍眼神突然开始变得犀利 随后小手慢慢伸向阿强的脑袋 直接薅下一缕头发 并且故意抓伤了阿强 阿强直接甩出两个大鼻兜 可阿珍只在意手中的血字和头发 不仅不生气 甚至还笑眯眯地和阿强道别 可就在临走时 趁阿强不注意 把三蘸米给的东西扔到了阿强的床下 出门后的阿珍再次找到三蘸米 随后三蘸米取出阿珍指甲中残留的血迹 然后再把阿强的头发给他 之后两人又来到一处坟地 挖开一个刚下葬不久的坟包 拖出在里面睡觉的女尸 然后让阿珍烧制石油 之后再让阿珍拖去上衣 取一瓶阿珍的乳汁 然后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转眼到了阿强的婚礼这天 阿珍以喝喜为由 将掺杂石油的酒让阿强喝了下去 众将的阿强开始出现幻觉 此时阿强的眼里看谁都是一脸痔疮 让他不敢直视 他慌忙向外跑去 而此时的阿珍已经恭候多时 这时阿强的眼里 阿珍已经变得韵味失足 于是阿强不顾众人阻拦 当场毁婚 和阿珍离开酒店 当天晚上 阿珍就如愿以偿 和阿强过上了幸福生活 开始了一段没羞没臊的时光 可是三战米却不请自来 原来他是来索要费用的 可是就在阿珍上楼 给他拿支票的时候 看着阿珍妖娆的身姿 三战米竟然动起了歪心思 跟着他一起上了楼 然后故意偷看阿珍换衣服 阿珍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 此时小美带着人来找阿强讨要说法 可是此时的阿强早已经忘了小美 我不认识她 我没有太太 我爱她 只有你 即便阿强的回答阿珍非常满意 但是小美的到来 还是惹阿珍非常不爽 于是趁着三战米没走 阿珍再次拿出了自己的大凶器 希望三战米帮她除掉小美 三战米自然心领神会 于是很快找到了小美 她蛊惑旺财抓伤了小美 然后自己上前假装道歉 再虚情假意地帮小美涂抹药膏 就这样顺利地取到了小美的鲜血 然后再偷溜到小美的家里 将一只死鸡挂在了她家的房梁之上 然后深夜来到阿珍家中 美其名曰告诉阿珍已经下好了死江 奇事则是想对阿珍图谋不轨 她拿着自家种的杜鹃花送给阿珍 阿珍只是闻了一闻 眼神就开始变得迷离 再看眼前的三战米 竟然变成了一个老骚包 阿珍立马就没有了抵抗力 后面的收费内容我就替大家看了 而另一边的小美降头开始发作 她梦到无数冤魂围着她跳来跳去 吓得小美恨不得当场见了太难 第二天小美被送到了医院 此时小美的身体里竟然有许多虫子蠕动 管家的阅历比较丰富 一眼就看出来小姐可能是被吓了降头 于是朋友带她找到乡下的芙蓉大师 大师看到小美的神态 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赶紧请她们进屋 可是小美看到屋里墙上的祖师爷画像之后 立马被吓得惊声尖叫 大师也不客气 直接扯坏小美的衣服 拿住一根竹筒对着小美的后背狠狠扎去 随后就看到小美的身体里涌出大量驱虫 大师趁机念咒加持 小美也终于镇定了下来 众人猜测 阿强也是因为中了降头 所以才会对小美这么无情 于是大师来到阿珍家门口 开始原地打坐念起了醒神咒 屋中的阿强幡然醒屋 好像看到了未婚妻小美 于是她想逃离此处 而此时的阿珍和三战米还在床上快呼 眼看阿强要走 两人追了出来 可是三战米却突然头疼欲裂 她意识到有高人前来对付她 于是想要赶紧开溜 可是刚出了大门 就看到正在吹喇叭的大师 于是赶紧拿出自己的法宝抵挡 但是很明显不是大师的对手 蹊跷开始流出鲜血 最后落荒而逃 而另一边的阿强来到工地 同事都过来询问她的近况 可是此时的阿强神志不是太清醒 众人只好打电话通知小美 可是她又开始头疼欲裂 并且开始胡乱折腾 原来是逃跑的三战米开始做鬼 朋友上前制止 但是阿强见人就咬 同事只好叫来警察和医生 最后阿强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经过一阵探讨 甚至要给阿强做开颅手术 小美和法师等人也相继来到医院 小美求大师救救阿强 只见大师拿出了几条蜈蚣 让小美喂给阿强吃 这样阿强体内的蛊虫就会被压制 果不其然 不久之后阿强就痊愈了 可是三战米可不会善罢甘休 趁着阿妹去病房收拾行李的空隙 她假扮成一个环卫工人 故意打翻阿强的东西 然后赶忙上前帮忙收拾 趁着阿强不注意 又把药粉放进了阿强的果汁里 回家的途中 小美去给车子加油 当她回来之后 阿强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阿强再次回到了阿珍的床上 为了避开这世俗的烦恼 阿珍决定带着阿强去环游世界 可是就在去飞机场的路上 三战米却再次拦住了他们 原来她想再次敲诈阿珍 可就在这时 小美和法师他们也赶了过来 三战米见情况不妙 就直接钻进了车子 让阿珍赶紧开车逃跑 法师趁机在车上撒上药粉 这些药粉也让阿强暂时恢复了神志 他趁着等红绿灯的时候夺门而出 于是便展开了他跑他追 最后他们都徒增伤悲的戏码 阿强跑到了工地楼顶 三战米掏出法器开始迷惑阿强 阿强再次被迷失心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法师一声咆哮让阿强瞬间清醒 两人就这样开始隔空斗法 刹那间天地失色 翻云涌动 三战米祭出法器 竟然误打误撞给法师开启了天眼 法师顿时佛光护体 三战米见自己不是对手 于是准备开溜 大师祭出最强法器马来剑 走投无路的他拉住阿珍做挡箭牌 而此时的阿珍已经身中古毒 竟然从一个妖娄多姿的美少妇 变成了一个恐怖的老太太 大师趁机引来天雷 把三战米劈了一个外交灵难 随着三战米的死亡 而我心爱的阿珍也开始古毒发作 直接化成了白骨 真是暴殿天物啊 最后阿强和小美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